视频中这位老奶奶可爱得不得了 不仅吃得了火锅和烧烤 没事爱整杯肥宅快乐水 最爱喝的还是白酒 没啥事就爱整两口不过瘾 最爱吃的还是零食 被称零食大王 还能挑战年轻人不敢玩的玻璃吊桥 奶奶最喜欢的是玩魔方 可见奶奶的生活是真逍遥又自在 但是你们不知道的是 奶奶的高龄竟然达到了101岁 今天小李带大家走进 101岁高龄幸福老奶奶的美好生活 老奶奶四川成都人 经常帮奶奶拍视频的是 她的孙女蔡云恩 俩人在视频中所呈现的生活 非常令人羡慕和谐开心搞笑 如今因为老奶奶101岁高龄 并且在生活当中 奶奶是个可爱的吃货 喜欢喝酒说话带梗 给老奶奶带来了高达700万粉丝的关注 奶奶以前是中医 表示长寿一绝就是心态要好 哪怕奶奶生气也就跟小孩子一样 第二天啥事也就没有了 要说奶奶有多喜欢吃 那是无辣不欢 要说奶奶有多喜欢吃火锅 孙女孙子想带奶奶去吃西餐 觉得很浪漫 可是最后应被奶奶给整成了火锅 想给奶奶整一顿健康绿色餐 但是奶奶架不住辣味美食的诱惑 最后拒绝清淡直接点外卖 搞了一桌辣美味和串串 吃的那叫个香呀 对于冯冯哺哺奶奶也是一流的 看到哄孩子的狗熊玩偶眼睛太小 那么就让奶奶告诉你 什么叫心灵手抢 对于喝酒这一块 奶奶到底有多喜欢呢 只要去到孩子家里 那进门先翻翻哪里有白酒 儿子也习惯了经常把白酒藏起来 最终还是被奶奶找到 为了方便喝酒 奶奶想让孙女去酒庄上班 粉丝们觉得 没让你去火锅店再打一份工算不错了 只要看见酒奶奶就好高兴 上饭店吃饭为了喝口酒 奶奶连年龄都可以虚报的 百多岁了我不建议你喝酒 喝点喝 我们这边不建议老年人喝 我也喝 我也喝 是18岁以下和100岁以上 我们不给卖酒的 我就是吧 来尝一下这个酒 它的名字叫做少女类 奶奶有个好闺蜜 因为好久没见 再次见到非常开心 可是俩人却上演一部鸡同鸭讲的 搞笑场景 我说两个比较好 人物在哪里 表演一样 我说两个比较 equal 你比较几个比较好 我说两个比较好 你比较好 我说两个比较好 你比较好 你喝不喝酒 你喝不喝酒 你喝酒 你喝多酒 助你 放手 搅拼搖ром predictions Karani 我是 高雅 不是 不败 不是 有一些 我不败子 不会 看 不来 我做不来 保存 衪 我只能说 你说你的我说我的最后一句没对上 俩人吃好喝好出门玩耍 走街串像吃美食掏耳朵 还来了美甲店 起初看到各种颜色的指甲 他们是拒绝的 然后泡脚的时候睡着了 孙女给两位老人一人弄了一套 最后俩老人醒来内心都无语了 对于家庭里男管钱还是女管钱 奶奶有一套别样的说法 女的管钱都拿过来的管钱 奶奶都不行吗 管啥的钱呢 给老子拿出来 拿来吧你 里头要有个抓钱车 家里面有个继续的 就是你 女生们是去宝盆 奶奶说得很好呀 再一次奶奶带孙子和孙女玩高空玻璃战桥 孙子吓得只能小不挪动 奶奶确实丝毫不怕沉稳向前 奶奶真是天怕地不怕 就怕不给她吃火锅喝白酒 拥有此等家庭 真是人生一大幸事 有个可爱的百岁奶奶 有一个完美孝顺的家庭 真是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呀 小编觉得只有后人们的孝顺 奶奶才能这么幸福 拥有如此孝顺的孙子和孙女 奶奶往后的生活一定会美满幸福 奶奶还有个小愿望 就是活到190岁 粉丝们纷纷来祝福奶奶 身体健康长命百岁 对于老奶奶你们有什么不一样的看法吗 欢迎评论区来讨论 生活中多锻炼心态好 该吃吃该喝喝 让我们一起活出健康人生吧 如果喜欢这位可爱的奶奶 请长按大拇指 为她点个强烈推荐吧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我是李劳道 劳道李 关注我 下期视频更精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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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